因为你是带着技巧进去的 但不说我一定要用这个技巧 对吧 因为考试是顺序万变的吧 特别是方法 这个我们上个时都已经讲过的 而且都叫你们去编码了 一定要在考试前这几天再去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澳洲小王子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如果你的pt考试就一天的时间 或者不到48个小时 几天你应该做什么呢 接下来说做下面五步啊 第一步把身体调节好了 什么叫把身体调节好了 今天就是吃好 睡好脾气好 吃好睡好很简单嘛 吃好 东西吃得干净点别拉肚子了 你别得什么疫情啊 这个我一个好朋友得疫情 那不可能在家考试的 也不要去打疫苗 打疫苗躺两天考什么了 睡好什么叫睡好 时钟调整的 跟pt考试是一样的 别扮认三根复习pt 他什么时候考你 什么时候这个状态调整出来 我之前有个学生叫Andy 他早上7点钟定了考试 所以他每天6点钟起来 开始看pt了 因为他7点钟考这个试 懂吗 始终调整过来 另外的话叫脾气好 什么叫脾气好呢 很简单 跟父母就不要再吵了 好吧 单身的问题也不是现在可以解决的 有孩子的话 不要打骂孩子 有老公男朋友或女朋友 或老婆的话 不要再吵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当然同样 作为家长 作为你的男女朋友 也就是不要给他添堵了 不要给他过大的压力 都在压力 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时候要放松 考试就可以了 第二点叫做 单词要扫一遍 就你之前 不要再背新的单词了 背新的单词 只会给自己增加无穷无尽的压力 你就看之前 你总结好那些单词 把这单词都总结好 之前已经总结好了 扫一眼就可以了 第三的话 就是把错误的提琴 认真去看一下 因为之前错误的提琴 你肯定有做研究的 肯定会仔细记笔记 把这些提琴 再自己再抿一遍 再看一遍 OK 第四就是crazy listen to english 郭德纲的相声可以先摆一下 看电影的话也给我看老外电影 听歌的话也给我听老外歌 看完之后再去看战狼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可以的 但这段时间就这两天 因为你一定要去听英语 进入这个环境当中 特别在路上是就给我听英语 不管不断听英语 OK 最后一点就是 当然了 最重要是给我点赞评论关注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 重点提琴的技巧 特别是方法 这个我们上课是都已经讲过的 而且都叫你们去编码了 一定要在考试前这几天再去看一下 别考试的时候 把这个考试最重要的考点技巧 不清楚 这些都已经在你上课 在考试前的时候 已经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了 那么就这五点 这就是你考试前48小时 或2小时还能做的一些事情 我个人感觉了 我觉得心态调整是最重要的 OK 然后单词可以去扫一下 错题型仔细再抿一下 然后crazy listen to english 这也是最后的话 就是技巧的东西再看一下 OK 因为你是带着技巧进去的 但不是说我一定要用这个技巧 对吧 因为考试是顺序万变的吧 最后再提醒几点了 别不带护照 OK 澳大利亚考试要带护照 国内可能要带身份证吧 这个别忘记 我今天有学生忘带了 直接前功尽弃了 OK 希望大家所有考试的人可以考穿 前后视频 别忘记 别忘记了 别忘记了 大家拜拜 拜拜